行政法的基本概念 我们现在就要教你进一步认识行政法 那进一步认识行政法呢 当然重要的是 我们说行政法的关键在学 法如何去控制着国家对有关 人民公共事务的管理 所以那个法会长什么样子 对你认识行政法而言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教你 那些法会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长什么样子的 才是行政法的法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般教科书上的 法原论这个章节 要讨论的概念 所以法原论呢 在学习的就是 什么法 有资格控制国家 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的管理 这就是个法原论的基本概念 好 什么法有资格 不会太难的 所以宪法没有资格 宪法有资格吗 所以宪法当然会是行政法的法源 我们有解释过宪法跟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吗 教科书上都跟你讲说 行政法是具体化的宪法吗 所以宪法当然是控管着 行政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的管理 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 那这只是举个例子 告诉你说我们会怎么谈法原论 那教科书上呢 对于谈法原论的一个过程 我打插一下 我刚刚那段话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 我要讲法原论的意思 我讲法原论的意思就是 有资格可以作为控制 国家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管理的法 那个法定 我说再权力分立一下 那个法 原则上应该就是 哪个权力所产出的法 我要讲的是 通常不是行政权自己产出的 因为如果是行政权自己产出的 那就不是别人控制行政权 那是行政权自己控制行政权 行政权自己控制行政权 就不交控制有关 行政权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管理的法 所以在权力分立下呢 当然也不会是司法权啦 因为司法权是消极性被斗性的特性 他不会主动去控制行政权 那主要当然只是立法权产出的法 这是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有资格作为控制行政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管理的法 那个法通常就是他立的控制 就是来自于行政权以外的力量的控制 那在权力分立之下 主要指的就是立法权 这是一个基本想法 那这个基本想法下呢 教科书上呢 它的编排的方式呢 有不同的学问标准 我不要花时间讲那么多不同的学问标准 对你考试没有帮助 对你理解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我们直接用 我们通常最习惯用的学问标准 就是以那个法 成不成点 或者有人说成不成文 分成成文的法源 跟不成文的法源 但成文不成文 其实不是太精准 其实应该是成不成一个法点 所以是成点或不成点 这个是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概念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大法官解释 它是不是行政法的法源 大法官解释有法规判效益这件事情 大家没有疑问吧 没有疑问 那大案解释会不会控制行政权 会 所以大案解释会是行政法的法源 请问它是成文法源还是不成文法源 不成文 可是它有文字 你有看解释的你有看解释的有数啊 这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成文不成文不是很精准 比较精准应该是成点不成点 成不成一个法点 那大案解释的确会被归了为是不成文法源 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法点形式的存在 这是说文解释的 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沿用这一个成文法源 跟不成文法源的一个分类 来帮它做进一步的一个介绍 所以我刚才解释过了 所以宪法是成文法源吗 那宪法当然有资格是行政法的法源 这个没有问题 那再来当然就是法律 法律当然也有资格作为行政法的法源 这我想大家也没有疑问 不过要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个概念 就是教科书上呢 通常习惯呢 用一个标准呢 一个标准吗 不是两个标准呢 去区分细分法律的概念 两个标准一个是呢 是不是经过立法院三读程序通过的 然后另外一个标准呢 是以它具不具备有一般性抽象性的特征呢 来区分 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一般性抽象性的特征来讲什么 我现在我好像在教法学虚弱 但没关系我们才第二堂课 我可以再慢慢去发掘呢 大家对于整个行政法学习的基础到底到了哪里 一般性抽象性的特征 对应的就是 特定具体的特征 我们在讲一般特定指的是规范 那个规范对象看的是人 所以如果你规范的对象呢 是所有的人的话 我们就说你具有一般性的特征 如果你规范的对象是特定的人的话呢 那就是特定的特征 那抽象跟具体就是 如果你规范的事物呢 是反复发生性质的事物的话呢 你就具有抽象的特征 如果你规范的事物就是这个 一次性的这个事物的话呢 我们就说是具体的特征 这个大家知道 好那这两个标准呢 搭起来以后呢 区分法律概念呢 会分成所谓刑事意义的法律 跟实质意义的法律 所谓刑事意义的法律 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叫做刑事意义的法律 那实质意义的法律呢 就是具备有一般性 抽象性特征的法律 我们差不多就是实质意义的一个法律 那这两个可以排列组合 所以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讲 好比说全民健保法 全民健保法是不是行事意义的法律 那它是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 它也是实质意义的法律 那全民健保实施要预算嘛 所以我们会审全民健保的法定预算 请问法定预算是不是行事意义的法律 这跟宪法的概念有点关系 我们的预算的确经过立法院 经三读程序通过的 通过以后称它叫做法定预算 所以法定预算是行事意义的法律 请问法定预算是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 法定预算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 那实施全民健保法呢 我们有进一步所谓订定了 全民健保法实行细则 那请问全民健保法实行细则 是不是行事意义的法律 不是 因为它不是立法院删读程序通过的嘛 那它是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 它是啊 因为实质意义的规范的是一般性 抽象性的事物嘛 所以它是实质意义的法律 这样听得懂教科书上来谈 行事意义法律实质意义法律的概念了嘛 可以吼 那我们又要谈法原论 所以我们会阶层切割的比较细一点 在阶层切割的比较细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这边谈的法律呢 是不包括非行事意义但实质意义的法律 不包括这一种 其实主要类型就是行政命令 所以行政命令我会切割开来看 所以我们这边法律主要讲的是 立法院经三读程序通过的法律 可以吼 那立法院经三读程序通过的法律 当然具有规范行政权的效力 这个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它会是行政法 法源的一种形式 再来是在国际法的层次呢 也有可能可以作为 我们国内行政法的一个法源 那是成文法源的部分的国际法呢 其实只有一种嘛 就是条约 条约的概念呢 我们宪法上是有条约的规定 那宪法上条约的概念呢 到底是什么呢 大概是329号解释呢 有做了一个定义性的一个阐述 那大概329号解释跟你讲说呢 宪法所称的条约呢 指的是我国与他国或与他国际组织 所缔结的国际书面协定 那个名词是什么不重要啊 重要就是我们跟别的国家的约定啊 或者我们跟别的国际组织的约定 然后这个约定呢 它呢是规范到那个内容 那个约定的内容呢 是跟国家的重要事项有关 或者直接涉及人民的权利跟义务 且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这是我们宪法上条约的概念 所以宪法上条约的概念呢 重点不在于用什么名词 就算它不是用条约的名词 也不重要啊 它也有可能会是宪法上条约 重点是它的实质内容 它的实质内容是 我们跟别的国的约定 或者我们跟国际组织的约定呢 涉及我们国内的重要事项 我们跟国际织的约定